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古人的故弄玄虚 那么永字到底富含了什么样的书法信息 我们该怎样理解永字八法呢 浙江大学于东华博士做客板下讲台 为您讲解永字背后的文化信息和故事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书法档案指永书法的黑匣子 我们首先来看看永字 永字的本意其实就是一个水 它和传书的水字两个字 你比较一下 你看这是传书的水 两个字放在一起你就知道 都是水在流动的过程之中的 似乎是截取了一段水 让你来看的 但是永和水有一点区别 永的意思是指这个水长流不断之水 能够永远的流动下去的这样的一条水 大家想如果能够长久不息 能够长流不断 那这个永自然就赋有了一个美好的意义在里边 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历朝做皇帝的也都期盼自己的王朝 能够长长久久 能够永保平安 所以啊 他在他的年号上面经常会用到这个永字 比如什么永熙啊 永平啊 永康啊 永安啊 永宁啊 永兴啊 永昌啊 等等等等 在那个时候 有人做过统计 还有人专门研究过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 这个绵延几百年的时间 正好是 从隶书 就是中国文字的演变啊 从历书到真书到行书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当然中间还有张草 还有草书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了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啊 反复的强调 说致辞在秦朝的时候 最晚了吧 这个时间最晚 已经是秦朝的时候了 对书法有了一个顶层设计 这个顶层设计呢 是希望通过书写 能够存在中国人的智慧 那么这个智慧里边呢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要落实到具体的书写里边 要落实这个 就是要发挥毛笔自身的性能 给它充分的发挥出来 然后呢 人的手的先天的手帮运动 要能够融合进去 两者合二为一 来进行书写 历书行不行 勉勉强强 在他更早的秦朝的时候 那个传书呢 压根不行 历书也是感觉的不够充分 所以后来到了东汉的末期 到了魏晋时期 真书的出现 使得天人合一的理念 最终完成 最终落实的文字的书写里边 其书写的结果 就是真书和行书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都在这个时期里边 你看 在这个时期 由力到真书和行书 而在这个时期呢 恰恰是永字使用的最频繁 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我想请大家想一想的事情是 在王羲之之前呢 写的是历书 到王羲之这个时候呢 是真书和行书 成为主要的书体 这里边会不会 说某一天的时候 一出尔就 一下子说就完成这个任务了 根本不可能 那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他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经过长期的 不断的书写 不断的思考 最终是在某一个点上 来获得突破 而这个点呢 他可能不是很宽泛的 去写所有的字 而应当是集中的某一个字上面 每天都写这个字 就像我们写我们的名字 写的写的过程之中 总想要改善一下 在这个过程之中 很有可能 就是魏晋时期 使用频率最多的这个字 永字上面 某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是王羲之 结果这一天 又写这个泳子呢 写写写写写 突然间 可能这个心跳了一下 然后呢 这个笔啊 在这个手里边呢 花 随手就这么点了一下 于是就点出来了一个新的天地 就点出来的一个从历书 冲向了真书 很有可能是这么一个结果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真正要搞清楚了 永字是怎么样从历书 冲向了真书的话 那么所有的汉字 也就是说在书写楷书 真书或者行书的时候 就会迎刃而解 它的秘密就藏在这个里边 所以我们才说 永字是书法的黑暇字 就是这个意思 于中华老师认为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正是历书上真书和行书 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 恰恰永字被大量使用 因此人们写好永字的倦望最高 所以在永字上 就被人们付出了大量的信息 那么永字有什么特点 书体的发展 为什么会在永字上顺悟呢 当然在永字的这个黑暇字里边 这一类叫做古文字 而从历书开始的历书 草书 真书 行书 这些叫金文字 而在历变的里边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或者说其中的一个部分 就在于解散线条走向笔画 历书开始出现笔画了 这是文字演变一个重大的突破 而再书小一点 在这个经文字里边 我们又会看到有一组对比 就是同样是笔画 有两组笔画 两个笔画 一个叫历书的笔画 一个叫真书的笔画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我刚才讲的叫永字八法里面 第一个秘密叫真书笔画的奥秘 但是真书笔画和历书笔画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真书笔画在书写的 起笔的那个点上 它是不一样的 在收笔的那个点上和历书笔画也不一样 我们后面还会专门细讲 先暂时放到这里 但是只要是想到笔画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我们脑子里 就会出来一个笔画的形状 横画嘛 就是起笔的时候 钝笔 拉出来 再钝收笔 撇吗 落下来 前面重 后面是轻的 是细一点的 那边呢 一定有个那角出来 就都会有一个形状的 我想请问大家的是 这个形状是谁规定的 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写才算是对的呢 所以这样的话 它就牵涉到永之八法 永之八法就是 大家看 这个就是永之八法 一般意义上来讲永之八法呢 指的呢 就是说 构成这个楷书永的八个笔画 而且这个笔画呢 每一个笔画 笔 它是一个短横 而凯书的第一笔 它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表面的区别 反过来讲 大家往前面能够进一步看一看 如果一个人在 比如说写这个历书 可能每天都要写 写这个横呢 是要费电劲的 你要毛笔要落下去 要有一个持续的行笔过程 我们长期写这个横 一动笔 先写这个横 大家想 其实我们一动笔的话 最省事的话会怎么样呢 毛笔 可能在哪一天写的过程中 这个手 变他 顺手这么 一落 就落出来了一个点来 这个顺手一落 很值得考究 顺手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问这个话是废话 顺手不是什么意思 顺手是个什么样的动作 大家想一想 比如我拿着这只毛笔 请大家看一看 比如我这个手 这个手我们正常 如果不是这样架起来的话 我们这个手最自然的状态 这个手一放 请大家看 这个手的小臂是斜的 和我们的身体不平平 这个手拿着这只毛笔 顺手一落 有没有发现 它是斜着落下去的 如果落在纸面上 看 这个侧就出来了 点 永之八法的点 侧就是这样来的 顺手一落 正好是落出来了一个 这样的点 就是永和九年的 点的第一个 顺手一落的动作 这么多的动作 合起来 顺手一落 把这四个字合起来 就合了一个字 其实就是侧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一个侧 如果你再回到 永之八法的 对这个点的一个解读 如鸟之翻染侧下的话 大家看 我们这只手啊 像不像一只鸟 拿着笔 翻染侧下 顺手一落 就落出来了一个 真书的点画 讲到这里 暂停 我请大家静下来 想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落下来 顺手一落 就是这个侧 一侧下来 如果毛笔不抬起来 横向的拉出去呢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就是一个 横画的形态 真书的笔画 横画 你看 顺手一落 拉出来 就是一个横画 请大家这个时候静下来 慢慢的想 再顺手一落 就是一侧 往纵向拉下来 其实这就是一个树画 如果再顺手一落 拉出去了 这就是撇画的书写 换句话说 楷书的几个主要的笔画 都是顺手一落 这一侧所测出来的结果 横画 竖画 撇 点的起笔方式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古人有一个说法 说点是万法之源 这个点啊 是所有笔画的来源 其道理 就在于词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这个测的 就是这一测 给测出来了一个天地 也正是这一测 开始定了乾坤 我们会看到了 一个测 在泳之八法里面 决定了 楷书笔画的形成 就是这个册子 所以它是 真书笔画的奥秘所在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真的是一怒味红颜吗 杨乃武和小白菜之案 为什么会惊动慈禧 大侠霍原甲 英年早逝 背后有何隐情 十四庄清代历史的 百年之名 十四段 酸甜苦辣的人生传奇 十四组 发人深省的 智慧启迪 近在百家讲坛 推出的系列节目 请暗谈你第二步 敬请关注 关于泳之八法的诞生 历史上有不少的传说 相传是王羲之在天台山上 练习书法 遇到了一位 刻画童颜的老 他看王羲之整日练字 非常刻苦 就交谈一个笔诀 便在王羲之的手心上 写下了一个泳字 王羲之思考了一整一 终于一百 汉字的橙 树 钩 点 撇 纳 还有字的笔画 和肩价结构的诀窍 都体现在这个永字上 于是永字八法 就这样世代相传 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但是有人认为 这是古人的故弄玄虚 永字八法 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那么在永字里 到底附带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于中黄老师如何破解 这个永字呢 我们来看第二点 还是回到这两个字上面 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我们当然这个里边呢 它只是出现一个隶书 或者只是出现了一个行书或者楷书的永字 如果你要找出来一组 比如说你把所有的隶书 背贴里边的所有的永字找出来 你会发现这两个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区别在哪里 就是一看都都是永 但有没有发现 咱们这个楷书的这个树下面是有一个钩 你看 历书里边有没有 没有 历书是没钩的 历书在前 真书在后 行书在后 为什么历书里边没有钩 到了楷书里边 到了行书里边 会冒出来一个钩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呢 所以这又牵涉到这里边的第二个问题 请大家想 横竖 你看永字的第三笔是竖 竖过以后呢 紧接着的一个笔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题 在永字八法里边称之为侧 而书写完 我在这里边写一下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来仔细看 历书和楷书的这个永字啊 在书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不相同 不相同在哪里呢 请大家看 比如我们要写个永字 写历书 你看 这个要写完过以后 这个手要移动 这样下来写个数 这个数它没有勾 我这个手还得提起来 从这里提到这里来 然后再这样写出来 有时候这边再加一笔 再拉下来 出一个波画 它是这样写的 而到了楷书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了 请大家看 这个点下来 横直接直下来 请大家看 从这里边 就不是提起来 再到这里写 而是从这里边 直接过到这里来了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勾 在历书里边 是没有勾的 而在楷书里边 有个勾 这表明 楷书在书写的过程中 笔画之间是连贯起来的 连贯是什么意思 甚至我们一般大脑里边 一说的楷书 都是笔笔 很孤立的写出来的 每个笔画写得要很精致 甚至一提到楷书 我们脑子里边就想到 写楷书要很认真 写得速度要慢 要写得稳 大概这个是通常的认识 但事实上楷书 它是连贯书写的 为什么要连贯书写 是为了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里边 其实它有两个速度 一个速度是一般人认为的 我写某个字 我写某一种书体 我只要熟练了 我写得非常熟练了 我自然速度会提高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 那个写得慢吞吞的 这个我写得非常的熟练 自然速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速度呢 其实是一个相对速度 它不是一个绝对速度 因为你这个快 快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行了 那有没有一种绝对的快速呢 你看这个楷书 就是为了连贯 笔画之间都贯穿起来的 都是这样来的 那肯定是要达到一个绝对的速度 所以就在永和的永字 这个树的旁边 给它加了一个钩 连贯的顺便带出来的 就是要连贯的时候的随手一带 就带出来了这么一个钩 这个钩是这样来的 这里边潜在的要求 就是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之中 希望能够获得一种绝对的快速 所以下边的问题是 绝对的快速是怎么样才能来呢 于是这就牵涉到了 怎么叫快速 我这里解释一下 绝对的快速其实指向的 不是人在里边手忙脚乱 提高了我的手的运动的速度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叫我称这么叫相对的快速 或相对的速度 绝对的快速呢 恰恰是来源于人的一种 不慌不忙的一种自由状态 是一种自由 又讲到就是原来我们讲过的 说汉字有一个顶层设计 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希望把中国的 天人合一的智慧 给他落实到具体的汉字书写的过程之中 在这个过程里边 使人获得一种自由 就是我们把这个智慧 落实到书写里边 其实最终的目的 在于人在书写的过程之中 获得一种自由 那如何才能够获得一种自由呢 所以这也是牵涉到中国人的一个智慧 说你在获得自由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个自由啊 是无拘无疏的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一切的东西都是围绕着我转的 都是被我来支持的 一指气使的不可一事 那个不叫自由 这个叫伪自由 真正的自由 就在于古人讲的四个字 成己成物 什么意思 成己使自己能够成为自己 成物能够使人之外的 这些物体成为他本身 就像我要拿一支毛笔 说这支毛笔如何成为毛笔 就在于我能够把他的性能 给他发挥出来 这才叫成物 如果这两者能够给他合起来的话 那么这样我们的书法 就在书写的过程之中 人啊 人在这个过程之中 就获得了一种自有 这个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而不是伪自由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笔画和线条的区别 为什么从线条走向笔画 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了笔画了 人在里面获得了一种自由 所以说笔画是我们汉民族的文字 和其他文字的区别的根本之处 而立书的笔画呢 就是这种自由还不够最大化 还不充分 而到了真书的自由 获得了一种充分的发展 于是在这里边 我们想一个问题 说你看你余老师讲 余中华讲 立书的笔画不够充分 楷书的笔画 就比较充分了 区别在哪里呢 难道就是一个习吗 不是的 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于 立书的笔画 就是毛笔自身 人啊在里边 人不在这个笔画里边 你就看到一个毛笔弹起来 再落下去 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 一个波画 就是看到人拿着毛笔 顺着的毛笔提起来 再落下来 一样为走出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笔画 但是到了楷书的时候 是人的手的运动的方式 也借助到这个笔画里边来的 换句话说 楷书的笔画是人 一支是毛笔 一支是人 这两者给他完美的合成了一个笔画 合而为一了 所以这个时候出来的呢 才是真正的叫真书笔画 就是这个意思 在楷书的笔画里边 人和笔的性能都发挥出来了 人呢得以成为人 而笔呢得以成为笔 这两者合起来 人呢在这里边按照毛笔的性能 按照手本身的性能去运动 能够完美的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的自由 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啊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策 很简单的 就这一策这个动作 策这个动作呢 它给我们的笔画 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使得手的自然运动 给它展示出来了 通俗的话就是顺手了 第二个呢 是把毛笔的性能 充分的发挥出来了 我们这个呢叫顺笔 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 就是这一策 测出来的这个笔画呀 它富有了艺术美 这个呢 稍稍简单的说一下 什么是艺术美呢 比如如果我们要拍一个照片 或者画一个人的人像 一般不会像我这样啊 正是把这个正面面朝 在来画出来的 都希望了这个人 能够测一下脸来画出来 这样画出来呢 比较灵活 而且呢 这个旁边的这个空间呢 迅速的空间 就有一种重深度 人就立体的展示出来的 所以在西方绘画史上 从正面到侧面 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这样的一次呢 从历书的 比如说这个上面 原来的圆滚滚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线条 如果把这个线条是一个人的话 历书的这个线条 大家看 它就是一个人正面的 到了这个点呢 它是一个测试的 就像当这个人转了一下脸一样的 就这一转 艺术就诞生了 而且非常美的艺术 非常冲向的 就把这个空间 把这个笔画相互激活了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要牵涉到我们曾经在一起 叫怎样才算得法 讲过一个呢 叫汉字的书写方式 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时说呢 这个书写方式啊 叫定点书写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呢 是指啊 人的手在书写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手呢 不要随意的增加其他无谓的动作 也就是说 不是你的手本身具有的动作 你是不要加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书写的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毛笔的笔风 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调整 一般的人在写的过程之中 喜欢把这个风啊 调来调去的 事实上在书写的过程之中 是不需要调风的 这两点 你看 合起来叫定点书写 今天我们爸 刚才研究 永智八法出来的第一点 那个册子 如果给它合起来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真书和行书的书写方式 这个书写方式 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定点侧落 定点 这个手还是不动的 策略 毛笔就是顺手这样 策略的给它落下去 这个才是 魏晋时期 换句话说 就是王羲之 所发现的 中国汉字的 真书和行书的书写方式 可以说它是中国书法的 不传之密 无非是把它一合起来 一封 敲了个大印 永智敲上去了 把它封到这个黑匣子里面去了 而这样的一种方式 传传传到唐朝的末期过以后 给丢掉了 虽然永智还在 但是那个钥匙呢 找不到了 所以大家打不开这个黑匣子 如果这一点你还不相信的话 我们再回到 两个永智的笔交上面 或者回到永智八法上面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永智八法非常有趣的地方 请大家看 一个点 一个横 一个竖 一个勾 讲了八个笔画 但是那个横画到竖画的时候 明明是一个横折的折笔 对吧 但是为什么在永智八法里面 却没有讲到折笔呢 但是在今天写字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今天写字 在教学生练字 或者我们学习的时候 折笔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激发要点 这么重要的 这么复杂的动作 他就不讲了 原因就在于 古法和金法的区别 古法是什么 古法关键就是一种书写的方式 你只要掌握了定点策落的这个方式过以后 只要起笔的时候 毛笔拿着这个手啊 手办不动 拿着毛笔 只要这样策落下去过以后 连贯的一路书写下来 就像开车只要上路的那个路口啊 高速路口找到以后找对了 一路开下来就行了 横画只要写点只要写对了 横画就是对的 横画对了这个折笔 不要讲它 直接拉下了写数 这个折笔就自然而然的生成了 怎么写的呢 就是这样 点写过 比如还是这个永字 横落下来 走过来过以后 还要比较提起来 提上去 按下来顿一顿 再转成东方 再 树拉下来 这个勾也要加很多的动作 这是 宋元以来的军法的动作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里面有很复杂的动作 如果你去市场上买一本书 市面上买一本书回来一看 这里面会给你标出来这些动作 提上去 按下来 一二三四五 转成中方 五个动作 很复杂 什么叫古法 靖堂时期的古法 没这么啰嗦 就类似于咱们像高速公路 你只要那个进路啊 那个高速的入口找对了 后面这个车子发动起来 就一路开下来就OK了 敲门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毛笔的 叫定点侧落的输写方式 你看 我这个手是要放在这里 这个点还落下来 这个横走过来看 不要加任何的动作 我就直接 竖写下来就行 勾也是这样子 直接写就行了 只要前边的这个方式是对的 就OK了 这个动作 没有那么啰嗦 这一方面的研究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家 这个专家是谁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